也都有錄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 我剛剛看了一下 上禮拜其實也有講到 在那個 影片的最下面一個影片 大家都說例子 其實也有講到 只是說 細節 因為 每個同學吸收的程度不一 所以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比較跟不上 或者比較有些細節沒有聽到的話 那回去再把它看過 盡量一定要多練習 反正就是 這個一定要熟練 第一個你也許開一個 工作 就是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再到 那個什麼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錄製裡面就是利用資料從web 把它貼上就是 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 再到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你那個 就是 這一個聚集 把它編輯一下 那就過了 其實我剛剛 就是 多一個回圈 所以以後的話你要讓他重複幾次 你可以找到關鍵的變數 然後呢 那要放在哪裡 就是跟他講R R的話是決定他放在哪一列開始 大概就是兩個重點 另外的話呢 當然你把它執行 這個程式就全部把資料給 通通下載下來 不過其實我的習慣是 這樣 就像這邊程式 我覺得好像太攏長了 後來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基本上呢 這邊很多東西都可以不需要的 你會發現 像 我後來找了一下 根據官方網站 我就查一下 Qtable 其實他最重要 這邊 從comment type 這一行 一直到refresh 這一行 其實 裡面會需要的功能 我們的 只要其中的三行 其他的都可以刪掉 所以後來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 如果你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其實只要留下 這一行 web formatting 就是 網頁下來的資料要不要順便把格式化帶下來 預設是不要 第二行是你要抓網頁上面的哪一個table 第五個 refresh是真的就把資料抓下來 所以除了這三行之外 其他的這些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這麼多的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砍掉 沒有關係 好有沒有 這樣 整個就清爽起來了 所以當然這部分 是額外跟各位講 那你想說我怎麼會知道 每個都試試看 每個都要去看他官方的資料 我剛剛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要查 有時候 花一點時間 但其實如果你覺得那個 無所謂的話 你不刪也沒有關係 那我就做完之後把它全部再下載一次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又再把它下載 那結果會不會是一樣呢 其實結果也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呢 剛剛好 有一些程式 他會比較多餘 Ctrl向下 這些的話 結果會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剛剛就是在利用那個資料的排序 那排序 就是Z到A 那為什麼Z到A呢 因為 筆畫多的 就是中文字 所以中文字就自動排到前面去 那只要刪掉留下一個就好了 OK 把它排序之後刪掉 另外的話 剖析 剖析的話 就是 這邊先給那個什麼 給那個 我們要的那個 藍位名稱 那記得 1先輸入按Ctrl鍵拖拉 它就會產生1到6 那也就是我要把 這一個 B欄的 這一個資料 有沒有 把它剖開來 那它因為中間是用逗點隔開 但是你要剖的部分 記得不要選整藍 因為整藍的話會把那個 那個藍位名稱也剖開來 所以記得一定要從B2 Ctrl向下 Ctrl Ship向下 Ctrl向下 選取 那選完之後呢 這些我們要剖的 就利用我剛剛講的 資料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資料剖析 其實就是這個功能 其實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資料 資料剖析 它就可以針對我的逗點 剖開來之後就一個一個幫我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邊的話資料剖析 那剖開來的話就是 分格符號是逗點 然後下一步 把你要放哪裡的位置告訴它 按個完成 並且把這一欄刪除 因為這一欄就不需要了嘛 刪掉 然後呢 這幾欄呢 我讓它自動調欄寬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的格式 找到自動調欄寬 不過 再讓它點三次啦 我的習慣是 先選A 到 H欄 在這個中間任何一條線呢 快點兩下 它也會自動調欄寬 其實 快點兩下跟這個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 這樣比較順 選完 點兩下 馬上自動調欄寬 那但是呢 這樣子 其實我還沒做 做出什麼 最後的那個 統計分析 所以如果我統計分析 拿那個上個禮拜的來改 統計分析 其實我只要一年就好了 所以這個102年 這個可以拿掉 其實就是大樂透的機率 那合計也不需要 因為我們沒有兩年 那排名的話呢 就讓它重新再去找一下 那並且列出 那個 樂透採歷年的 前七 前七名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樂透大樂透呢 它的號碼是到49號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個號碼再多增加一些 那我們做完說第一個 先把 剛剛下載的這個號碼 也許我剛剛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先定義成 叫大樂透好了 所以我就先 游標 把資料先下載 並且刪掉那個多餘的欄名 然後呢 做資料剖析 最後看到就是這樣子 特別號 123456號 那我要把這個範圍 把它變成一個名稱好了 跟之前一樣 所以 這個優標放B2 Ctrl-Shift向右 向下 把它整個選起來 選起來做什麼呢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大樂透 所以這邊的話 以後它叫大樂透 Enter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定義這個名稱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 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會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大樂透 大樂透 這裡面要多一些 OK 先不要管它 反正這個範圍 那就是大樂透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 把這個 改成什麼 乾脆把這個改成大樂透就好了 然後呢 他去 找一下1號 出現的次數 然後再來的話 除以什麼呢 這個大樂透呢 總共開出來幾個號碼 這樣算呢 就可以算出它的機率了 OK 萬分之 219 其他的呢 瞬間就幫我做完了 然後向下填滿 到49號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 大樂透 這個是歷年的資料 從 2004年 1月5號 到今年 就是 9月18 就前天的那個日期 開講 目前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好像 哪一個是最高的 大家如果你有眼睛看不準 這樣看 那不如你 排名一下 排名的方法前面講過了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那個統計裡面的 Rank EQ 一樣呢 去把那個 他的排名 跟其他的 做比較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Rank EQ 他的機率 在 這個 Ctrl Shift 向下 裡面呢 排哪一個 哪一個位置 這個可以 F4 把它鎖列 就可以 那你會發現呢 排名馬上就算出來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 第一名 他的機率最高 8號 OK 那當然 最後我希望 可以幫我把 就是前七名的列在這邊的話 上禮拜有講過 你可以 其實如果說你 不想改寫 就是不想重寫 你可以拿 那個 樂透彩的程式來改 那改的地方 基本上 那當然名稱不能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這邊也許名稱 加一個大樂透 那其實他的邏輯差不多 所以你就改 以後 反正改應該會啦 K等於2就是 從這邊開始放 然後呢 I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沒問題 如果呢 這邊有個Sales E欄 不過我不是E欄 我要是C欄 排名喔 如果 排名怎麼樣 所以這邊的話 排名就是 我的 改成C 從C欄裡面呢 是小於等於 所以這邊的話 小於等於7的話 意思就是說這個C欄裡面呢 只要找到小於等於7的話 那幫我把它 複製 A欄的資料 搬到D欄 所以這邊把F欄改成D欄 好那因為 CALL一個過去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它K加1 Is this for 這個好像上次有改 從大到小牌 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應該很快 就可以把資料 逐個逐個的 幫我把它抓過來 所以呢 他會一個一個去找 現在這個裡面有沒有小於等於7 沒有 那就跳過 然後下一個 有沒有 第4名的 第4名有 那就是把2號搬到這邊來 所以2號 把2號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呢 D藍的第2列 就第2儲存個 複製一個過去 所以2就過來了 那K等於K加1 就是 待會呢再往下放 然後按下一個 一直類推 所以呢全部跑完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樣的話就全部完了 我想 怎麼會多一個 後來我看一下 好像第7名有兩個 第7名 這個有一個 好像下面的話又有一個 30 那個 跟什麼呢 好像是31 40 這邊 有沒有 41 兩個 好像他的機率是一樣 所以他會變成說 把這兩個 這個都搬過來 所以有8個 等於第7名重複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 我們講到並且延伸出去 請各位 利用這個部分呢 稍微再把它練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要再往前推進到檢視與參照 所以待會如果完成就是再開啟 檢視與參照的那個範例題 這支 你說 你 是 說 不 你 你